财经世界连接你我 欢迎回来 今天上午要跟大家来讨论一下 户金公司这几年的那些事 2015年开始 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风口 以一人带为首的户金公司 在海外是相继上市 那个真的是他们的高光时刻了 也是户金行业的一个巅峰时刻 然而在随后的 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面 随着业内不合规平台的暴雷 我想大家都不陌生 这个监管整治是不断趋炎 那么受此影响 部分的户金上市公司的 股价和利润等等这些表现 也是持续走低 有的平台甚至是要面临退市的风险 那么时隔多年之后 那些赴美上市的户金公司们 现在究竟过得怎么样了呢 相信大家心中都有这样的疑问 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在2020年过去一半时间之后呢 一名所占市场份额总和的平台 还发布了一则 令人出乎意料的公告 这个公告呢 就是宣布退出网贷行业 不再经营网贷 信息中介的相关业务 那么在它的财报当中 微带网市称 目前平台主营业务 已经发生个改变 自2020年2月起 是停止向投资人提供新贷款项目 换言之 P2P网贷业务将不再是 微带网的主营业务了 其实抛弃这个网贷业务 微带网并非是一时兴起 而是蓄谋已久的 这从它的一个财报公布的数据 以及后续的平台操作 就可以窥探一二了 整个2019年 微带网的开支 都是呈现一个下滑的态势 那至于相关支出减少的原因 微带网在财报当中呢 就统一称是主要由于公司成本 和人员优化工作所致 也就是说2019年 微带网不但减少了平台 在运营层面的开支 还对公司的人员进行了优化 这足以看出 自2019年开始 微带网或许就有计划缩小平台规模 此外我们也看到 就在财报发布的第三天之后 微带网便在其微信公众号上 公开发文称 将于2020年6月30日前 退出微带行业 不再经营网贷 信息中介业务的相关的一些职务了 说到这大家明白了 至此这个微带网是放弃网贷业务 已成定局 行业巨变之下呢 各家平台曾引以为傲的网贷业务 如今都已经成了烫手山芋 那甩掉网贷业务平台 就能高枕无忧了吗 其实还有更大的麻烦 如今这个微带网是正面临了退市的风险 一路披荆斩棘 花费七年时间啊 好不容易是熬成了车贷一哥 微带网却终究也是逃不过行业下行的周期 事实上我们看到在户近上市公司当中 面临退市风险的不仅仅是有这个微带网 2017年4月信而复呢在纽交所上市 两年后信而复便开始游走在退市边缘 其股价的也是看到跌破了亿美元的警戒线 最低时是为0.23美元美股 受此影响当年呢在5月初 信而复便收到了来自纽交所的通知函 称其已不再符合纽交所的标准 令信而复在6个月之内采取措施 对公司进行整改并挽救低迷的股价 那同样是在2019年收到退市警告的 还有核信贷 去年12月16号核信贷因为连续30个交易日 收盘价低于1美元 而收到了纳斯达克股票市场的通知函 被要求进行整改 那么对此呢核信贷方面就说 如果平台在180天宽限期内 其收盘价能够连续10个交易日 达到或是高于1美元 则视为已经重新符合上市规则的要求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核信贷 就已经是摆脱了危机 这个平台目前的股价呢 就如在这个钢丝上跳舞 随时其实都有断线的可能性 还真是这样 相比之下呢 荣360旗下的简朴科技 则是三家平台当中最后接到警告的 今年5月11日 于2017年11月上市的简朴科技就宣布 收到纽交所的通知函 但是根据了解 自今年3月中旬以来 简朴科技的股价便大多排回在0.6至0.9美元之间 上位是冲破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 与微带网相似 在上述三家被警告退市的公司当中 早在2019年4月 信而赋便也以监管为由 宣布停止借贷业务 核信贷也在今年年初被媒体报道 你申请小贷牌照 转型之心 其实路人皆知 没错 根据这个头中网不完全统计 目前在美上市的10家户金公司当中 除了微带网之外 已经有5家公司 它的股价是低于1.6美元的 那么两家公司股价是跌破了1美元 有3家公司收到了退市警告 其实这个股价探底面临退市 也只是户金上市公司焦虑的一方面而已 要眼睁睁地去看着自己的市值不断地蒸发 这个可能才是他们最煎熬的 根据这个头中网不完全统计 目前上市的10家户金公司当中 除了乐性之外 其余的9家公司市值与上市的时候 估值来相比的话 其实都已经是严重锁水了 没错 上市与行业风靡之时 或退市与行业衰败之间 曾经是一路高歌的户金公司们 如今无论是从股价的变动方面去看 还是从市值来看 或许都是远超掌舵者们的意料之外 一面从事风口的这种网贷 奈何就逐渐日败山河了呢 如今的户金上市公司 其发展早期的业务大多与放贷相关 随后我们看到 这个后来几乎是所有的平台 都自允为金融科技公司 但是放贷所存在的这个基因 是这些平台抹不去的历史 2015年至2017年 是互联网金融发展的巅峰时期 在此期间 业内平台可以说是野蛮生长 虽然有爆雷跑路的事件是时有发生 但这并没有影响业内玩家以及投资人的这种热情 你说到这个话题 我想到五年之前提到这个户金公司 感觉所有的人都想要去抓一把 要分一杯羹 没错 提到以后好像就是一个金钱的代表了 但是看到现在的话真是让人感到唏嘘 其实头部平台们一方面是为求得更多的使用资金 另一方面是意图用上市背景为平台来背书 提升它的一个知名度 全揽用户 所以就纷纷赴美上市 其实那也是户金佼佼者们的一个高光时刻 他们其实存活在聚光灯下 光彩照人 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一个时间点 随着2018年下半年 国内几大知名的网贷平台的爆雷 以及监管的趋炎 整个户金行业其实都已经是风声鹤唳了 当时就有数据就显示到说 仅仅是2018年7月 P2P平台就减少了218家 活跃投资人数 借款人数分别是为334万人和375万人 其中这个投资人数环比已经下降了18.13% 借款人数也下降了13.79% 一时之间几乎所有存活的P2P平台 都未能独善其身 以上市的户金公司也未能逃过此劫 其后随着互带的这种互联网 网贷行业的一种肃清 P2P平台已然是没有生路 转型或者是退出 就成为了幸存者们的不二选择 而那些曾经因为赶上了网贷风口 一月上市的部分护金平台们 也在这场战役当中是溃不成军 股价一路下跌 市值严重萎缩 那么护金上市公司们 在穿越行业低迷的周期之后 还有机会去反弹吗 这个问题真的是要答上一个问号 那么监管对于网贷行业的整顿 其实现在仍然还在继续当中 清退转型已经是一个大势所趋了 在运营平台们 如果没有能够及时找到一个新的出口 那么最后剩下的 无疑只会是一具空壳 即便是上市公司也是如此 又如何能度过危机 重振雄风 赴美上市的护金公司 要扭转股价提升市值 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但是如何才能在监管之下 合规经营 拿出一个亮眼的业绩 赢得投资者的认可 或者是说是再次认可 显然也是当下 各家平台急需要解决的难题了 也是他们重回高光时刻的一个 逼近的途径 说的没错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题目所说 上市不是护金公司的免死金牌 同样它也不是任何一家公司的免死金牌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之前 大家也都是最近大家聊得比较火热的 就是像瑞幸咖啡赴美上市一样 没错 它是一个高光时刻 但是如果你做得不好 在这个监管部门的一个监控之下 其实你也会看到这样的公司 最后也不能走得远 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的话 上市都不是说是它的一个终结目标 上市只是一个重新的开始 让自己的这个企业能够更加的走得长远 好的 这一时段的财经世界就先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